這是飯糰 不是冰淇淋喔 哈囉 你好 我是晴美文創 珍珍 其實晴美文創的一個創作目的應該是說 其實一直都很希望能夠讓藝術家的創作領域這件事情 能夠用一個比較有趣的方法讓民眾可以參與 那所以剛好有這樣的機會可以跟我們的實安一起合作 一起創造了一個星球製造所 那大家好 我是藝術家 Sam 那其實很開心這次可以執行這個星球製造所的短期的藝術計畫 那其實在這次的計畫裡面我們試圖去探討 食物有沒有可能去象徵一個人或是代表一個人的個性 因為可能平常大家吃到東西只會去想它好不好吃 但可能沒有辦法去觀察它的顏色或者是食物具備的一個意涵 那你可以透過你選取的配料的顏色或者是食材的象徵性去完成屬於你自己的星球 那在這次的星球製造所之中我們的藝術團隊總共研發出了五款的星球食譜 那包含了地球 火星 金星 木星 土星 每一顆星球都帶有不同的象徵意義 那在體驗的流程的一開始 首先我們要拿取一個星球的試管架 那第二個流程是要邀請大家選擇你所想要的星球包裝方式 你可以選擇星球米其林 它做起來會像是一個甜筒一樣 可以直接享用 你也可以選擇我們的外袋杯 做成星球的標本 那第三個步驟就是要邀請大家選去你星球主體的顏色 那我們總共有四種不同的顏色可以選擇 包含了藍色的蝶豆花 紅色的紅曲 原味的白色白米香 以及黃色的南瓜口味 接下來呢 我們就用50塊的銅板 投入我們的星球的機器中 這樣子 就可以得到一個藍色的星球 把它放到燒杯中 就可以準備開始製作囉 那在接下來的第四個流程 你可以選取三樣屬於你星球的元素色票 總共研發了16種不同的食材 從不同的顏色去定義它的特色還有象徵性 那在我們的元素色票中 其實每一個試管 它都代表著不同的意義 例如蔬菜香松 它代表的是一個快樂的特質 而彩色米火 它則代表的是創意的展現 所以你可以選擇 象徵你自己星球的元素 來做成你的星球飯糰 今天呢我們要帶領大家製作的是 地球這顆星球飯糰 首先我們要選擇的是青花野菜 它所代表的是靈性 也代表著地球的特徵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選擇的是 蒜味的文仔魚 它代表的則是 地球上源源不絕的生命力 象徵著希望 那接下來我們就準備把試管 跟我們的星球 放到我們的製造機裡面囉 最後一個步驟 放到我們的星球製造機 準備要開始啟動喔 那在最後一個流程 只要稍後三分鐘 你的星球飯糰就會誕生囉 那除了可以拿到一個 屬於你的星球飯糰之外 我們也會送給你三張屬於你的食物色票 裡面有代表你星球的意義以及象徵性